好,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在上一部分当中,我向大家介绍了 918事变的爆发与美国同日本争夺之间的这样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在这一部分当中关注一下 918事变爆发以后,美国对日本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同时呢,美国对中国又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那么这部分的核心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不承认主义 这是美国最终对这个918事变形成的一个总体的态度 三个字,不承认 美国人讲叫做不承认主义 当然,918事变如果从广义上看的话 它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狭义来讲,咱们就是说1931年9月18号 在沈阳发生的叫918事变 广义的918事变 我们可以一直把它延伸到这个日本策动维满洲国 成立维满洲国 如果从军事行动上看的话 要从1931年9月18号一直延长到1932年2月初 日本军队占领哈尔滨 从而控制了整个东北的全境 既然这个918事变也是逐步深入的 日本占领地区也是逐步扩大的 那么美国的态度在这里边也有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部分美国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918事变爆发以后 不到一周的时间 日本军队就控制了辽宁和吉林两个省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方面显然对此有些措手不及 那么在美国方面看来 日本虽然有这种侵略称霸的野心 但是采用这么直接的军事行动 直接去破坏华盛顿体系 美国还是有点不相信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美国人当时对日本的政治体制 还是缺少了解的 为什么这么说缺少了解呢 第一美国方面认为 有这样两个前提是成立的 一个日本的中央政府 可以约束住日本的地方的这些个军队 以及派驻中国的侵略机构 第二在日本中央政府内部 日本的文官是可以约束住这些个军事人员 能够约束他们 可是这两个前提啊 看来是不成立的 第一 日本的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 确实持反对态度 并且还派专人前往沈阳通知关东军 不要贸然行动 但是派到沈阳去的 恰恰是跟关东军沆瀣一气的建川美次郎 建川美次郎已经在路上拖延时间 并且把消息泄露给了关东军 就按照正常的工作安排 那是九月十九号 建川美次郎再去关东军司令部 传达这个军部 以及日本中央的这种指示 可是九月十八号的晚上 事变就已经爆发了 由此可见 这是故意而为的一个行动 中央政府对地方约束力并不是很强 这也说这个日本呢 有这种下课上的传统 就参谋长当家 总司令往往不当家 参谋长反而却替总司令做了很多决定 那么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十元宛尔 百元征四郎 在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么美国对日本文化当中的这个特点 缺少一些了解 第二 说日本的文官到底能不能约束住 这些个军事人员呢 看起来美国人的想法也是落空的 若归李次郎内阁 虽然是政党选举出来的这种政党内阁 但是若归李次郎内阁一直相对比较弱 很难约束住军队的行动 就即使是日本的中央政府做了一些决定 日本的关东军对此却不予置信 仍然在扩大战争 那么日本政府内部确实有一些主张对美协调的 像外相碧原喜冲郎 驻美大使出言胜次 但是这些人是无法控制军队 美国内部一些跟日本关系比较好的人员 也是觉得说日本呢 能够通过文官控制武将的办法来制止战争的发生 像后来出任过这个美国驻日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 就有过这方面的想法 但后来证明这是完全做不到的 那么美国第一招判断就不够准确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日本调转兵力 集中军队北上进攻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 那么日本在宣传方面制造出来一个假象 说日本呢占领满洲 那是为了对抗苏联 要消灭苏联的赤火 那进行北上 当时的日苏关系曾经陷入紧张 而这个美国方面跟英国法国多多少少有一点幸灾乐祸 觉得如果日本愿意当反苏先锋 那是好现象 值得鼓励啊 那日本去打苏联嘛 太好了 可是等到日本巩固了北满之后 没有马上进攻哈尔滨 我们就看到了哈尔滨各国势力比较集中 尤其是俄国 我们说苏联 在这一地区势力比较大 那也就意味着日本不敢贸然进攻哈尔滨 实际上在考虑协调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反过来 1931年年底 日本却集中兵力掉头南下 开始进攻辽宁省的临时省会锦州 那么日本进攻锦州 已经远远的超出了 受到美国英国等国承认的 在东北地区的权益 你要说日本最初发动918事变 为自己做挡箭牌的这种辩护的理由 是说满铁附属地遭到破坏 可是锦州与满铁附属地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且锦州是东北地区通向关内的 咽喉要到 控制了锦州 下一步意味着日本方面 将把矛头指向关内 那么美国到这个时候 才开始紧张起来 就觉得日本这种想法有了改变 那么美国就在日本攻占锦州不久 有美国的国务卿史丁生 专门发表了一篇讲话 说针对日本这样的这样的行为 你是对这个采取武力手段 对九国公约规定出来的这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所进行的破坏 那么所造成的改变 美国一概不予承认 也就是说美国从最初的 希望日本内部自己控制这场事变 到中间经历过 以为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 要反苏 那么到了日本进攻锦州 完全占领锦州 威胁华北的时候 美国终于看清了日本的想法 其实日本想干什么 就是想南下 侵占整个中国 那么美国到这个时候终于表态了 史丁生的不承认主义讲话 也正是源于此 那么首先我们看 从国际法上讲 美国可以说开创了另外一种方式 国际法上过去讲的是承认 对新成立的国家进行承认 对于这个国家政府更迭 进行政府承认 美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国际法概念 叫不承认 那么你用非法手段 违反了这个1922年的 华盛顿条约 同时也违反了 1929年的非战公约 那日本也签字了 那你什么都违反了 你又违反这个违反那个 好了 你造成的这种情势的改变 美国一概不予承认 好了 这个预防针就打下来了 说到这个预防针打下来了 我们就要说在这里的第三件事 那么满洲国问题 日本在占领了整个东北之后 同时啊 在侵占东北的过程当中 又挑起了在上海的事端 叫128事变 或者称为第一次松户抗战 那么这样一来 日本一方面 在上海制造紧张跟混乱的局面 转移国际视线 另一方面 把这个清朝的废地 溥仪设法劫持到东北来 那么来策动 满洲国的这个图谋 美国又该是什么态度呢 延续了我们前面所说的 叫不承认主义 美国不承认满洲国 好 那么满洲国成立 曾经通知美国的领事官员参加 美国方面 命令下属官员 一概不予理睬 你成立你的 我们不去 那么后来满洲国成立以后 又对美国外交官进行交涉 美国方面 也是不予理睬 那么表明 我不承认你这个政权 你没有合法性 我仍然承认的是 以蒋介石为首的 中华民国政府 那么这样一来 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是在这里这样做 那后来呢 国联为了调查这个事件 理顿调查团 派往中国东北 美国没有加入国联 那么对于理顿调查团的情况 美国呢 予以配合 但是美国又要注意 跟国联拉开一定的差距 理顿调查团 是在中国一再的要求下 当时的国联 我们说二战以前 主要是他 二战以后是联合国 那么二战以前的国际组织 国联 在中国的一再要求下 那么派出调查团 前往中国进行调查 但是国联的理顿调查团 他在调查问题上是明显的具有倾向性的 要先听听日本的意见 然后再调查什么中国的一般情况 然后再到东北去调查 日本已经抢在国联调查团 来东北之前 抢先宣布成立了为满中国 那么给你造成个继承事实 尽管如此 尽管国联有偏袒日本的意思 尽管这个日本已经策动了维满洲国 国联方面仍然不予以接受 在最后国联的报告当中 对维满洲国的定性是 这绝不是民族自觉运动的成果 而是在日本占领军的受益下 成立的一个伪政权 那么这样的国家 显然国联是不能承认的 这一点看 国联的态度实际上 也受到了美国态度的影响 美国史丁生不承认主义在前 国联调查在后 但是国联的解决方案 确实令中国失望了 希望中国东北回到国际共管 即使不是日本占领 也要达到国际共管的程度 那么这个方案 中国是造成了损害 可是就算这样的一个方案 日本仍然表示不接受 并且日本日益感到 在国联当中的孤立 于1933年 正式决定退出国联 认为国联对日本不公平 所以日本很狂妄的退出了国联 那么不玩了 那么我们看到 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918事变以后 美国的表现 以至到最后达成这个不承认主义的协议 以及影响到最后国联做出的调查 国联对日本的决议 甚至引发了日本退出国联这件事情上看 美国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虽然感受到了日本的侵略 可是美国不准备采用武力的手段 帮助中国抗战 那么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当时的经济危机仍然非常严重 那美国感觉到自己是不可能跑到远东来 欧洲我都没说出手呢 远东我更不可能说通过军事手段来改变远东地区的这种状况 我只是不承认 留待着以后有什么机会了 咱们再秋后算账再去解决 这是一个 第二 美国在满洲地区的权益真的不是太多 虽然说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年增长速度非常的迅猛 但是毕竟美国在中国的主要权益是在长江流域 华南地区这是最多的 其次华北地区有一些 你如果说满洲地区 那已经非常靠后了 那么美国在这一地区有损失 但是损失不大 同时呢 美国也希望要跟日本协调一些关系 也是希望能够稳住日本市场 因为美国要想实现经济复兴 日本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市场 所以呢 美国在这种情况下 不会说跟日本去闹翻 但是美国态度已经表明出来了 我不承认 一方面 日本的侵略越来越 大幅度 那么1933年 开始侵略长城各关爱 那么不断的蚕食华北 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 一直到1937年 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开始全面侵华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中国也一再请求美国 给予援助 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中国 128事变的时候 请求美国帮助 那么128事变以后 那么到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更多的也在请求美国的帮助 那好 我们会发现 美国在这一阶段 之后 采取的政策 表现出了两面性 一面 不愿意看到日本 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越来越大 而愿意帮助中国抗日 另外 又不愿意跟日本对抗 这个对抗 既包括军事对抗 也包括和日本打经济战 那么美国开始在围绕自己利益 进行了这种左右纠结的活动 那么之后的左右纠结活动 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下一部分 再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介绍 好 关于美国918事变以后的 不承认主义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